这个前几天不是说熊爸也在这看他孩子吗 你看他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他孩子都快出关了 然后再看看另外一只鸽子的小家伙 这是另外一只的 这也长毛了 这是在鸽棚里边复的出树的蛋 在今天去看看那个在锅棚外边的那个 今天母鸽子在窝呢 看一看 母鸽子在窝看不到小家伙 哟 一只小家伙好像死了 真的 都死了 都死了 这咋回这 我姿妈呀 真的给都死了 不知道这咋死的 你看这母鸽子该多伤心啊 真的是太可惜了 哎 看样子这两只小鸽子应该是被冻死了 前天吧 突然降温 还在下雨吧 降温 两个鸽子在外边应该是被冻死的 太可怜了 把他们埋了 这两只鸽子不是死了吗 我把这个小鸽子拿走了之后 你看这母鸽子一直咕咕咕叫 好像在呼唤她的孩子 但她可能没有意识到她孩子已经死了 哎呀太可怜了 我只能忘了她好 她也没有了 我现在确实说 我来不过去的孩子 我都给你了 你太可怜了 我来到你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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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